这一份是以前做过的乱数分组跟抽签VBA 那我现在新增了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帮助做同财互评 那我的需求是这样子 例如说我有10个学生 他的名字分别叫做A到L 那我希望他能够随机的规定 他们可以评分评哪些人 所以我就在这边输入我要评的数量 例如说我总要评三个人 我就按产生 所以呢他就会规定好 好这个1号呢他就是评4号3号跟7号 2号就评5号10号1号 那这边这里 我这样圈起来这里面是不会重复的 那另外这横向的也是不会重复的 好那你当然可以可以改一下这边 例如说你可以评5个人 那他就是列出5个人让你去做评分 那这个产生出来 其实是透过一些乱数 还有一些方法去一些程式的方法 演算法去处理的 那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 VBA里面怎么写的 那当然你知道这如果是10个人的话 你不可能评 你最多评到9个人而已 那如果评到第10个人会发生什么事呢 第10个人一定是自己 就是这边他就是自己 所以你会知道这边大概就是一些 乱数方式去呈现的 好那这个做法很简单 反正你就是在这边填座号跟姓名 那如果座号你不填的话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姓名的部分一定要填 因为我会透过这边填的数字来决定好 我到底这个范围有多大 所以你一定这边一定要有东西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 同材互评的这个功能 就记得你可以改的就是这个部分 还有这个部分 好就这样子拜拜 拜拜